台北市現在有八十九座的人形路橋 不過因為在大部分的路橋之下 同時都設有行人的穿越線 所以路橋的使用率都不高 其中又以嵩山路跟永吉路口的路橋 因為使用率非常的低 將會是低迫優先拆除的對象 已經劃上行人穿越線的平面道路 讓建在上方的行人路橋使用率偏低 位於台北市嵩山路永吉路口的路橋 明年上半年就將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台北市現有的人形路橋一共八十九座 因為大部分路橋使用率都偏低 有十六座路橋已經被地方提案拆除 而市政府也主動針對其他七十三座路橋 進行拆除的評估 除了信義區的空橋系統 設有電梯電伏梯的路橋 以及跨體頂道路 連接河濱公園的路橋等 不列入優先評估拆除的名單之外 台北市府將會做出綜合評估報告 選出三十五座優先拆除的路橋名單 有民眾質疑設有電梯梯的松山高中和中華路景觀路橋 如果使用率低 維修費高 為什麼不列入拆除名單 北市新公處則回應 設有電梯梯路橋的通行人次 普遍算不算是 普遍算不算是 很多 維修費和使用率並不會不符比例 所以先排除在首波拆除名單之外 記者又翻劉漢林台北報導